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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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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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人像这样 你们认为观众如果你说这相声不好 那是你们档次多 要提高素质 有这么对待观众吗 今天晚上也是个相声专场吗 今天略有不同 今天不单有相声 而且待会儿有戏曲 当时有平台曲艺都有 这是一个花场 我喜欢这些戏曲 是吧 您还喜欢戏曲 我觉得这些戏曲演员 主变的档次要比那通书 唱通书歌曲那些演员要高 不能这么说 各有所长 各抱一脚 现在你比如说唱通书歌曲那些演员 一般他们都叫歌手 都这么叫啊 但是我觉得戏曲演员比他们要高 不能叫歌手 那应该叫什么呀 要叫歌外 抠腹没有啊 你说那是日本歌星 日本歌星啊 您这自杀的又歌外又抠腹的 反正就是说我比较敬佩这些戏曲演员 您喜欢戏曲 当然了 我有的时候我也喜欢唱 您还喜欢唱 哎 经常 要不这么唱 今儿在这儿给我们各位亲爱的观众 您唱一会儿吧 不是 你想大伙爱听吗 哎 大伙爱听吗 主持人大伙都爱听啊 既然大伙这么喜欢嘛 那我就给大家唱一段平剧 诶平剧好啊 大度化的戏曲 您来一段 欢迎大家 好 不管以后将如何结束 毕竟我们曾经相聚过 不必废心的彼此约束 也不需要言语的承诺 不要我们曾经拥有过 对你我来讲已经足够 任这一生有许多回忆 但愿你的罪有个我 好 无尘法 你看大伙对平剧多么喜爱啊 所以我就 您这平剧除外 怎么了 您唱的这是平剧吗 难道我唱的这不是平剧吗 流行歌曲那个平剧 那你以为呢 你应该唱戏曲平剧啊 什么东西 戏曲的平剧 平戏 那我哪会啊 不怪你说的代表 你要说起戏曲来 平剧我是不太熟 但是我对乐剧比较喜欢 哦您还喜欢乐剧 哎 哦 不 别别别停 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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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点皮太厚了 关于我啊 不过乐剧呢 都是表现才子佳人的 特点吧 你看我这个年纪唱是不太合适的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啊 是吗 那行 那我就给大家唱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 宝尔这个天上掉下的林妹妹 所以错了 《红楼望 schle entering的选担》 好? 好,这个好嘞 你别别乒乓聽乓 俺肚定能唱个什么样子 天生叼下个林妹妹 她把我的心儿都扎碎 她花钱就像那长江流水 她要让我汽车阳光全都具备 她要我爸爸有钱又有地位 她要我妈妈勤劳又有品位 她要我把她当成最好的宝贝 却不让我看一眼别的妹妹 好好好 可以看出大家对乐剧多么喜爱 我给你们普及一下 行行行 您甭普及了 您唱了这里的有一句是乐剧 天上雕像的林妹妹 串了 串门了 说句实话戏曲我只是喜欢 但是我不擅长这个 那您擅长什么 我比较擅长的是诗词歌赋 您擅长这个写诗 我是英文人 哎呀就是某个人还文人呢 对 那那您都擅长写什么诗啊 古体诗 哦这学我没找到啊 有韵律的 哦对对对 您最近都有什么诗作呀 当然有了 嗯 这么办 嗯 我给你举个列子 哦 最近 哦 等会儿 什么叫举个列子 这个人没文化 嗯 我给你说的通俗一点 说吧 包一个三宝 屁 所以 什么 那叫举个例子 什么 例子 例子不都是顿鸡吗 嘿 哪个例子呀 哪个 单的一人 那边一个列车的列字 这事念什么 这 例 念例 我念几十年列了 嘿 什么文化这是 啊 我我给你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啊 最近呢 嗯 我写了一首七言绝句 七言绝句 你看看 这首诗叫什么名啊 雪葬 甭管啊 你听这名 就知道是描写下雪的 对 但是 我这个诗有个特点 什么特点呢 叫 战雪不漏雪 诶 怎么叫战雪不漏雪 你看这个诗里头 通天没